光復節在台灣不見被遺忘 喚醒對光復的重視 今年無論是黨的經費 在怎麼樣的節區狀況之下 我們仍舊要辦理 我們今年決定擴大 來慶祝台灣光復節 你們是說還要邀請蔡英文 對不對 還有休垂誠 願意來我們歡迎啊 可是他們說 他們還沒收到你們的邀請函 我們現在會 會正式邀請他 然後也會再擴大 在黨慶的時候 我們會找一個大的地方 來把台灣光復的一些文史資料 來供出給社會大眾 對於國民黨邀請蔡英文參加慶祝活動 蔡辦發言人張敦函17日表示 並未收到相關活動訊息跟邀請 且蔡英文也以規劃公務行程 台陸委會當天也表示 本會並沒有收到任何的邀請 也沒有參與相關活動或合辦的規劃 熱愛台灣的政黨 應該要共同來慶祝台灣 結束殖民統治 能夠台灣光復 而不應該把這樣的任何的話語權給丟掉 所以我相信民進黨政府 今天能夠來積極的來做 才是正道 10月22日國民黨舉辦台灣光復75週年研討會 邀請長期關注台灣發展的專家學者探討台灣光復在社會文化經濟政治安全等方面的意義 以及國民黨在台灣光復前後所扮演的角色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在會中表示 台灣光復至少有四項重大意義與影響 1 台灣人在法律上不再是次等公民 2 台灣得以擺脫殖民經濟格局 發展自身產業 3 台灣得以逐步走向政治民主化 4 中華文化的連結 23日國民黨又以黨史館保存的台灣光復珍貴史料照片 推出台灣光復75週年在線影音紀念展 25日光復節當天 國民黨則舉辦專場紀念音樂會 以閩南語歌曲為主 姚姿 深歌星 己露霞 劉浮柱等人 傳唱台灣經典歌曲 讓大家回顧台灣光復時的社會民情 面對國民黨舉辦的系列慶祝活動 民進黨當局不為所動 而對於大陸紀念台灣光復 力促兩岸統一 台陸委會則是大放厥詞 稱之為統戰 更叫囂台灣的未來的選擇權 由2300萬人民來決定